朋友们在家检测新冠病毒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到我手里了 今天我来教大家这个怎么用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份24.8 我买了两份 然后平台给我捡了10块钱 相当于到手不到20块钱一个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 有一个这个装TG液的试管 然后有一个装垃圾的袋子 还有一次性的采样器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抗原检测卡 把液体抵在这个看原检测卡上面可以显色 还有一份说明书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测量 首先先洗手 我刚刚已经洗过手了 然后的话呢 洗鼻涕 把鼻子里面的脏东西弄出来 然后的话开始采样 这个采样器伸入你的鼻子里面1到1.5厘米 至少旋转四圈 左右鼻子都需要采样 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啊 我来试一下 还行 换一只鼻子 还行 好 好了够了 然后的话呢 把它放到这个 管子里 浸泡 泡 泡进去至少30秒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呢 同时在这底下挤压 挤压至少5次 就是为了把你采样的鼻烟柿子 给它弄到这个管子里面去 好了时间到了 然后咱们把它折断 然后咱们把它折断 盖上盖 把这碗烟打开 现在各位朋友看一下 没有杠啊 一条杠都没有 这个就跟厌韵一样 如果是两条杠 说明曾医生中招了 如果的话 只有C 这里有一条杠 那是正常的 如果C这里也没有杠 T这里也没有杠 那么说明你做错了 你做的过程当中 哪个过程出问题了 废话少说 咱们来加样 把上面这个小白帽拧开 加样 加多少呢 加4D 加到这个S区域 Sample 加4D 好了 加完4D了 我们等15分钟出结果 然后 把这些用完的标本 装起来 装这个袋子里面 处理掉 如果你的看法简直是阳性的 那么极大的概念 你去感染了新冠病毒的 赶紧通知有关的人员 把你拉去隔离 好了 15分钟到了 各位朋友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看 只有C这个地方 有一道杠 T那里没有杠 说明这次检测的结果 是阴性的 只能说 我没有中招的可能性 比较大 最怕的就是 C和T同时阳性 两道杠 那么你很有可能 就中招了 其实这个操作 真的非常的简单 根据第九版 新冠肺炎的指南 抗原检测 是对于核酸检测 一个有力的补充 而且的话 对于一些轻症的 新冠肺炎患者 不用收入医院治疗 只需要集中隔离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在家的抗原检测 变得更有意义了 各位朋友 都要学会哦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许哪一天 你就用得上了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 捅鼻子很难受 实际上还可以 因为是你自己捅 可以掌握轻重 就跟你自己挖鼻屎一样 我觉得这个 不难受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这样的支持 关注我 关注快避曾医生 明天进步 一点点